这是格林世界里最会吃人的怪物 我们冬至当天吃饺子 他们冬至竟然也爱吃饺子 只见他锅里煮着新鲜的人饺子 温火慢炖十个钟 直到把里面的饺气完全煮开了 再细品一下咸淡 香臭的感觉刚刚好 他这吃人的断味 堪称是怪物里美食家的存在 不仅如此 他们吃完后 连骨头都不舍得扔 还为此专门挖了个地角存起来 身为格林的阿强看到后 明年的年夜饭都差点吐了出来 七年前 阿伟破获了一起杀人案 受害者一死一伤 本以为是件普通凶案 可当阿伟抓到水管宫时 他却说了一个离谱的理议 那时候的阿伟还不知道韦森的存在 就认为是水管宫杰哥精神病发作 所以才乱伤人 而今天他看到报纸上 登报了杰哥要被判决的事情后 阿伟觉得有必要救案重查 毕竟现在接触了韦森 很多离奇的案件都能解释得通 如果杰哥当时说的是实话 那么他就真的冤枉一个好人吗 所以他们必须赶在执行死刑前 找到给杰哥翻案的证据 于是两人立马来到警局 翻出了当年的档案 杰哥的证词上清楚写着 受害者两兄弟变成怪物想要杀他 自己不得已才拿枪反击 而且找到当时开庭的法官室 他也说杰哥的案子根本没法翻 因为法庭只看证据 加上杰哥离谱的证词 在法官眼里只是狡辩罢 看到阿伟如此之中 法官还劝他赶紧放弃 接着他们又来到杰哥家 找他妻子询问细节 可他看到阿伟后 表情直接变色 因为逮捕他丈夫的就是眼前之人 但好在这次并不是往他伤口上散 得知阿伟两人是来帮杰哥翻案后 眼神立马产生了变化 来到屋里 他说丈夫是位退伍士比 退役后患上了创伤综合征 加上他对暴力很是排斥 更不用说主动开枪伤人了 丈夫说自己真见到了怪物 可新闻媒体全都抨击他是个疯 以至于他都觉得是自己疯了 但他十分相信丈夫说的话 加上他都几十岁的人了 用怪物来做理由 未免太过幼稚 阿伟听完也理解杰哥的处境 毕竟自己第一次见到怪物 也差点怀疑人生了 接着两人又找到 为杰哥辩护的律师家 从他档案带里看到了杰哥开庭时 给自己证明看到怪物的证据 律师说他看到这个肖像后 心里都凉了一半 他本想给杰哥辩解成精神病问题 可给他做完精神鉴定后 结果却是精神正常 而法官更是拒绝把肖像列为证据 但这个证据在阿强眼里可信度极高 于是拿到肖像话后 两人赶紧回到房车 寻找古书上对应的怪物 现在只要输入难骨 就会出现一个随机暖心蚊子 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没多久 阿强就找到了对应的怪物 传说中有一种诗人怪物 他们经常隐藏在人类的村落居住 每次吃完人后 还喜欢把人骨埋在自家房子下面 在历代格林的调查记录中 有好几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是诗人怪 看完上面的记载 阿伟更加确信杰哥是被冤枉的 于是 两人赶紧来到监狱找他了解更多细节 此时的杰哥 得知两人来此的目的后 并没有感到意外 看到阿强拿出他话的怪物肖像时 反而还觉得是阿伟带他来斗自己 健壮 阿强赶紧把识人怪的细节说了出来 还保证这次来就是为了翻案的 杰哥听到他说的如此艰巨 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 毕竟等了七年 终于有个警察愿意相信自己 于是 他把案发经过全都告诉了两年 他说那天给识人怪兄弟俩修完水管后 他们就邀请自己留在他们家吃饭 还开玩笑说杰哥就是今晚的头彩 当时他没想那么多 拒绝了他们 没想到 下一秒他们就显出原型 朝着他冲来 看着兄弟俩像针一样的牙齿 杰哥被吓坏了 为了逃命 他才选择开枪自卫的 但当时没人相信他的话 听完 阿伟眼里满是愧疚 而杰哥今晚就要执行死刑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证据才行 离开监狱后 阿强想到识人怪兄弟俩喜欢买骨头的细节 于是决定去当年的案发地址调查 可来到目的地后 原址已经建成了一家超市 想要从地下挖出食人怪埋的骨头 杰哥都已经凉凉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回警局 调查还存活着的食人怪住址 很快 他们就查到了食人怪弟弟约翰的所有信息 两人立马来到他上班的地方找他 为了验证他的伟森身份 阿强两人打起佩服 先是假装询问约翰他哥哥的死 接着阿伟再拿出杰哥话的笑笑 直接对脸开大 问他是不是食人怪 我不其然 在阿伟的一番挑衅下 被逼急的约翰当即显出原型 怒骂阿伟是不是有毛病 虽然被冒犯了 但这结果就是他们想要的 确定了约翰是食人怪后 两人当晚就闯进了他家 在厨房里找到了他隐藏的地窖 两人来到底下后 发现了他藏骨头的坑洞 掀开木板一纹 差点没晕死过去 就在这时 约翰也来到了家门口 就在阿伟刚从地窖爬上来 他突然从身后出现 一把将棋推开 撞到了冰箱上 阿强当想爬上来 就被砸了的脑光窝 他听着楼上的打斗声 以为阿伟要被嘎了 没想到 阿伟战斗力却异常暴露 按着约翰一顿脑 打得他撒腿就好 接着阿伟挪开冰箱 拉起阿强后 正要出去寻找约翰 阿强突然想起杰哥死刑的时间 只能让阿伟先出去找 自己则是联系负责执行的检察官 让他停止死刑 与此同时 杰哥已经被拉到了处刑室门口 看着门外的亲人 他眼神里透露着不敢 看着自己被绑在床上 一股窒息的绝望感 已经超越了死亡 而他的妻子也哭成了泪人 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了阿强两人身上 然而 阿强刚联系上检察官 没等他细说新证据的细节 就被约翰从身后偷袭了 手机也被当场撞了 这操作 直接惹怒了阿强 一套连招就把约翰打得失去了反抗能力 被按在墙上后 约翰这才看出面前的人侍卫格林 他直接推开阿强跳窗口 却不料 屋外的阿伟早已等候一级 果断几枪干掉了他 两人冷静下来后 发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处刑室的杰哥已经被注射了第一针药剂 眼看就要凉凉 关键时刻 州长突然来电 下令停止了死刑 原来 在阿强打斗中 电话并没有被挂断 察觉事情有出入的检察官 这才联系了州长帮忙 随后 警方也挖开了超市的地板 下面果真藏有一堆人物 新的证据指向了约翰兄弟俩更多的犯罪细节 而杰哥背负了七年的罪名终于醒来了 当他再次看到阿伟 脸上也充满了喜悦 他向阿伟表达了谢意 而阿伟也是过来人 两人相识一笑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正义虽迟淡倒 格林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特别是爱吃人饺子的食人怪 那么今年的冬至 你是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呢 我是夜球 咱们下期见